意大利女星蒙尼卡貝露池 衍生上海出席卡地亞的活動 大顯親民作風 她還以普通話打招呼林嘉賓 而出場的時候 劉德華就很有風度拖著蒙尼卡出場 這次是蒙尼卡第一次來到中國 她第一次來到上海 覺得這個城市很有活力 人們很有善 還有說食物很好味 而她就透露剛剛完成了一部法國電影 接下來將會拍一部伊朗的電影 那什麼時候來到中國 最想和哪個中國的藝人合作呢